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近日裁决 允许该州用氮气处决一名58岁的囚犯 美联社报道称 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11月1日以6比2的投票结果 批准该州总检察长提出的对囚犯肯尼斯·尤金·史密斯 发出死刑运行令的请求 法院没有具体说明本次死刑运行的方法 但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马歇尔在提交的法庭文档中表示 计划使用氮气处决史密斯 马歇尔表示 受害者的家人不合理地等待了35年才看到正义得到伸张 法院的裁决为用氮气运行死刑扫清了道路 路透报道称 阿拉巴马州州长发言人表示 州长办公室尚未确定本次死刑运行的日期 该州成教署发言人两日表示 监狱系统已准备好运行法院的命令 阿拉巴马州 俄克拉荷马州 以及密西西比州都已批准用氮气运行死刑 一日的裁决可能使阿拉巴马州成为第一个正式用氮气运行死刑的州 史密斯的律师要求法院不回氮气处决的请求 称史密斯不应该成为未经尝试的处决方法的测试对象 随着加州教师短缺问题恶化 各学区越来越依赖从世界各地招聘教师 其中以从菲律宾来的教师为最多 圣马雕佛斯特市学区今年1月在马尼拉举办招聘会 聘请了15名教师和25名助教 圣河西联合学区也已有34名来自菲律宾的教师 学区总监欧丘亚表示 他去年意识到他们的特殊教育学生下个学年度将没有固定的教师 由于在本地实在找不到教师 出于无奈只好向海外寻找 由于对教师的需求非常高 加州教学职业中心上周举办了首届针对国际教师的网络招聘会 吸引了来自40个不同国家的1200多名求职者参加 前全球第三大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创始人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被曼哈顿联邦法院判定犯有欺诈和洗钱罪 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判决 可能会导致这位前加密货币大亨面临最高110年监禁年 并支持美国当局对不守规矩的金融业采取严厉措施 陪审团的12名成员经过不到5个小时的审议 就判定弗里德面临的7项罪名全部成立 弗里德坚称自己无罪 在为期一个月的审判中 他罕见地做出了为自己辩护作证的决定 向陪审员承认自己在运营FTX时犯了错误 但否认欺骗了交易所的客户和投资者 逐审此案的法官将量刑日期暂定在明年3月28日 中国一架战机10月29日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向加拿大一架军用反潜直升机发射照明弹 加拿大军方官员称这一操作鲁莽 可能会导致直升机坠毁 该舰航空官罗伯米林少校说 从该舰上起飞的西科斯基旋风直升机面临的风险是照明弹进入悬疑叶片或发动机 因此这被归类为不安全、非标准、不专业的操作 米林少校队CNN绥剑记者表示 这是该舰反潜机第二次在国际海域上空受到解放军海军歼11战斗机的骚扰 解放军的战机曾飞到离该直升机只有大约100英尺的距离 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多次看到中国战机抵近他们的固定翼飞机 但是像这样对一架直升机采取的操作是非常罕见的